哇好漂亮喔 喔 超好用 因為它是鋸齒狀 所以它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像切蛋這樣 完美 380塊 買你開箱的小樂趣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江老師 我是江老師 文具控不開箱 被你們當兵嗎 我很多人敲玩一久了 文具系列到底去哪裡 江老師這不就來了嗎 因為我是2月生日的壽星 所以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85折的券 我就想說我稱這個85折 買一大堆的文具 來試試看 到底成品這些 貴鬆鬆 沒辦法試寫 沒辦法適用的文具 拆開之後 到底會怎麼樣呢 是不是很期待 我們一起來開始吧 洋洋灑灑先給它倒出來 你們猜多少錢 沒什麼啦 繳東西而已啦 千如浮雲啦 總共呢 花了我4000多 我買的這些文具 比的這種類的 都是它不能試寫類型的 然後有一些呢 是禮盒看起來 我就受不了 就是外貿協會 我不是想買 就這樣 從橡皮擦 有的沒有的 那些道具 全都有啦 來試試看 來現在把它開箱下去 先從哪裡開始咧 來 攝影師想要從哪裡開始看 沒有關係 看得出來我跟那個夥伴呢 感情都非常的不好 就是 有沒有 這讓你尷尬啊 我先講一下這個筆記錄 每一年 它們成品都會有日誌展 然後呢 這個日誌展呢 就會如火如荼的展開 如火如荼的展開之後呢 大家就會想說 明明我到底要用哪一本日誌 我趕快去選 你們的錢就被賺了 喔不是 不能這樣講 是因為 日誌展過了之後 一定會有剩下一些 可能還沒有賣出去的日誌 可是這個歲月一直這樣流逝啊 大家日誌是不是都已經買完了 這個時候它會來給你五折 原本是535元 它只有前面是那種 一般格子的那種 後面全部都是這種筆記本 所以還是可以當一般筆記本 使用沒有日期的限制 我覺得這個很棒 然後每頁這個筆記本呢 都還有一條虛線可以撕下來 然後再來是怎麼樣 它是格子的 我最喜歡格子的紙 再來它跟我買的 另外一個修正袋 是好朋友的 因為這個修正袋 是黃色的 我們這種比較高級的文具控 我們就會去買一些比較高級的紙 有些高級的紙就會長黃色的 首先來寫寫看這個紙 這個紙質真的很好 今天要來寫一些什麼 精益良言呢 遇見你之前我的世界是黑白的 遇見你之後我的世界全黑的 你覺得這句怎麼樣 所有東西都不能試寫 但是這個是有試寫 然後我還是買的 超好寫 這個叫做 輕油性的油性筆 什麼叫輕油性的油性筆 就是它寫起來呢 油感不會很重 異常的滑順 它在油性筆當中做到 最水潤 最滑順的一個境界 它推出的那種套組是 筆搭配一個鉛筆盒的 它是那種金屬的 Bulling Bulling 我這樣過去都沒有卡末 卡末就是斜斜突然有一坨 這樣砰這樣送給你 NO NO 一支好像是285 筆桿非常的輕 細細長長很漂亮 不像空間又輕巧 可以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讓你帶出去使用 這兩個紫色加起來就是什麼 完美 這種鉛筆盒就是怎麼樣 我們這種商務知性的女人需要的 因為我們帶的東西不多 我們就是這樣開會的時候 這樣拉開 這樣子感覺就好了 我們不要講整包 整包是什麼 國小同學 國中同學 你們喜歡帶筆 每天上課都不上課 在那邊玩筆 我們現在長大 我們不玩筆 我們連寫子都不寫子 這只是裝飾品而已 哈哈哈哈 OK This pencil 看起來就很難寫 但是你沒有寫你怎麼知道 它也沒讓我試寫我也不管 這麼小的筆 一支多少錢你猜 猜啊 哈哈哈 6百 170 你們兩個都很棒 歡迎來到文具控這個溫暖的家族 它比我的小指 還要再細一半 然後轉開來 看起來就超難寫 這 我說回那句話 它其實是好寫的 大概是1.0的粗度喔 有些人很喜歡用這種比較粗的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細一點的 像剛剛跟大家介紹那支紫色 美的BlingBling 這一支是3.8的文具 我允許你 糾正我這個文具控這件事情嗎 OK 口誤0.38 喔 不是它是0.5 我覺得這支可以買 我買紅色 它還有桃紅色 還有銀色什麼的 這個放在包外裡就真的沒話講 小小這樣 然後看它 有文具 這樣子寫下 好可以 這個修正袋呢 是專門給比較黃色的紙 它要150元 黃色的 有沒有 黃色的本子 黃色的修正袋 就是什麼 完美 它這個黃好像跟那個黃 對不對 我不能說0色差 我們先來試用看看 黃色的修正袋的效果是怎樣 在黃色的筆記本上面 那白色的修正袋 在黃色的筆記本上面 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Come on This is not gonna happen This is not good Oh my god Not fashion This is no It's not gonna happen in my life 黃色的修正袋完勝 這個東西是什麼 開箱神器 為什麼 佳老師呢 比較常在買包裹 所以我們開包裹的時候 都是要拿小刀 剪刀 Oh no 我們日本人 他專門弄了一個 開箱刀個人資料保護章 我們自己用手把它掰開之後呢 是一個開箱箱專用的那種刀子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個開箱神器 有沒有很好用呢 喔 超好用 因為它是鋸齒狀 所以它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像切蛋這樣 完美 380塊 買你開箱的小樂趣 好 再來這個是個人資料保護章 因為你開了箱之後 你是不是會把紙箱丟掉 可是如果你把紙箱丟到上面有 非常重要的 被吞 填腹針 住址 是不是非常的危險 這個開箱完之後 這個保護章把所有的個資 全部蓋掉 我們看能不能 非常的很棒 你看這個感覺 非常的安全 ABCD FG H I J K O M O P U R S T V W S Y Y Z 我不知道 這樣子真的是讓你的資料 就是完全不會洩漏 其實還蠻安全的 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棒 可以買 好 再來呢 要開箱的是 每一次在文具店 都會看到這種 非常可愛的橡皮擦 那因為我是一個創作者 所以我買的橡皮擦 就是相機的橡皮擦 那這個 相機的橡皮擦呢 是175塊 我很好奇 這種造型橡皮擦 到底擦起來 好不好擦呢 很可愛對不對 望遠鏡可以轉 我們來擦擦看到底這種橡皮擦 好不好擦 就是呢 它真的很可愛 然後你不要買它來擦 你把它當玩具就可以了 因為呢 它是屬於那種粉末 非常多的橡皮擦 然後 我剛剛寫的非常輕 可是它其實 還蠻不好擦乾淨的 既然我們都開箱到了橡皮擦 那我們就來直接 開箱另外一個橡皮擦 它這個是長條的一個橡皮擦 然後我覺得它長得很漂亮 它整條都是橡皮擦 然後它這個旁邊是紙 所以如果你橡皮擦越擦越短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越剪越短 它的名字很淺顯一種 叫做Long Long Eraser Very Long啦 來我們來試試看這個Long Long Eraser 有沒有很好擦 但是 很好擦 它橡皮擦呢 軟硬算是還可以適中的 但擦下去之後 就像是睡到一個很舒服的枕頭 它就有一個彈性這樣Q彈這樣子 這個Long Long Eraser可以 80塊很好擦 只要你不不見 80塊你也是可以用很久了啦 你們以為我不知道 每次橡皮擦都還沒有擦完機用不見 誰的橡皮擦有用到完了 請在下面留言 我會親自給你一個愛心 SALANGHA 感謝你對這個地球的付出 但是我的小孩子 一個橡皮擦好好的 也要給它切成這樣碎碎的 雖然我小時候也有這樣子 OK 下一個 既然我們現在有桌上很多橡皮擦去怎麼辦 哇 這麼多橡皮擦去好難清理喔 沒問題 我們有橡皮擦清理神器 就是這一台叫車車 這台小車車會掃掉你就像所有的小紙屑 這台小車車叫做桌面清潔車 245元 它就是有兩隻掃把 在那邊這樣子晃啊晃啊 這樣掃掉手續 到底這個車子開過去 能不能夠殺出一條乾淨的道路給我 那是小弟耶 經過7749天 我們終於把桌面上的這些橡皮擦穴掃完了 這個掃地的這個桌面清潔器呢 非常的可愛 但是如果你想要靠它 來清潔你桌面上的橡皮擦穴 打妹 所以呢 它要清潔桌面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在辦公室想要一點療癒小物 你覺得 我沒有要好好清理 我只是想說 啊 想要這樣 看著它這樣 一二一二 一二的話呢 那就 哇 你是不是都要桌上 大家要小心喔 因為這個車子呢 它如果 戴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下面有個裝置 會把橡皮擦穴掃掉 所以 橡皮擦又回到桌上了呢 沒關係 我們有橡皮擦桌面清潔器 好來 我們再來開箱一個這個 雙頭美術用筆 我買的是紫色綠色交錯的 我們現在就立馬來寫看看 其實還蠻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永遠 它都雙條的話呢 你寫的時候角度 其實要一直換一直換這樣子 那要有耐心嘛 我剛剛是沒什麼耐心 所以寫的蠻快速 我覺得顏色是非常飽和漂亮的 然後呢 寫的時候就注意 一定要是平的這樣寫 它兩個顏色才會出來嘛 這支不錯 我覺得可以 這一個我很好奇喔 它沒有辦法試寫 然後它呢 是彩色的自動鉛筆的概念 這一組一共有四色 然後450塊 它每一支顏色裡面都有筆心 哇好漂亮喔 然後呢 它這裡還有附八個筆心 每一色各兩支 它有兩種配色 我買的這個是比較馬卡龍色系的 我覺得看起來超級漂亮 自己講什麼很美 它看起來是什麼 火龍果 它真的是筆心 它不是彩色筆 很美對不對 而且我告訴你 它寫的時候 它的筆頭還會稍微往下往下 就是它有一個阻力在 所以它不會說 你太大力的話 它就斷掉 因為這種色籤筆的筆心 其實很貴 它最怕的就是 一寫就脆化 直接斷掉 你看囉 0.9 無話可說 筆頭是可以縮回去的這種 來我們來用橡皮膠擦掉 看這個可以擦掉 算是可以稍微露掉一點 但是我不覺得那個就要擦掉 OK 不可以擦掉沒關係 這個綠色最怕的就是 不顯色淡淡 然後寫了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我們先來試試看它會不會這樣 不會耶 再來是orange 好美 再來是紫色 喔紫色好美 我覺得這一套很不錯 然後色籤筆的那種顏色 為什麼讓大家喜歡 就是因為它不是超級飽和 但它同時又具有那個顏色 所以當你在畫線的時候 或是做筆記 想要圈一點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給你是一種比較柔融色性的感覺 然後寫的時候觸感 類似籤筆一樣 就是會有那個沙沙沙的那個聲響 其實我覺得在寫字的時候 那個聲響帶給你的回饋 其實也是療癒的一部分來源 好啦再來我們開箱到筆 另外一個筆呢 這個是 雙筆頭色鉛筆 金屬色加螢光色 一共有6支 但是有12色 然後這個295元 跟剛剛這個套子 我們還沒開的 是同一個公司出的 然後他們公司喜歡出那種顏色 很特別的啊 很愛玩一些顏色上面的東西 它是兩端都不同顏色 而且它是做撞色處理的 這種筆最怕的就是顏色一點都不飽和 所以看起來就會覺得 欸... 這樣就尷尬 欸不要買欸不要欸 我先講了 它的金屬色沒有金屬啦 它的金屬含量太低了 你們這樣看有金屬色嗎 我覺得它整個顏色的飽和度 跟它金屬的分布 是沒有很清楚的 所以 這一套金屬的這一半 我覺得 表現不佳 但是我們來試試看 它螢光色系的那一端好了 我覺得它的色鉗筆的那個筆質沒有很好欸 就是它東西畫過去之後 它沒有真的很多的粉 可以沾附在那個紙上面 所以它的成像飽和度是比較低的 螢光色系這邊來講 它就是真的只能畫出很不清楚的那個感覺 這個我會覺得 可以不一定要買 我覺得還好 但如果這個上面我設的自己的顏色 是你們覺得蠻喜歡的話呢 也是可以嘗試看看 但我個人覺得有更好的選擇 好 再來剩下兩個物品 一個是我非常喜歡的筆記本的品牌 這個我已經用掉好幾本 就是有這個Mountain的這個東西 我以前買的都是那一種 它有一個公版的 就是那種上鮮蓋式的那一種 橘色的那一種 然後它那種是比較塑膠皮的 但是這個合成皮 我很想知道它觸感質感怎麼樣 跟裡面的紙質怎麼樣 然後我現在實體摸到它的 我的答案就是質感非常好 超級漂亮 因為它是軟的 所以它是可以完全這樣彎曲 然後這個中間頁面打開呢 是可以完全攤平的那一種 它背後的這個線是用車縫的 而且還是用它們家最招牌的橘色線去車縫 細節上看起來真的是完美 然後它這個皮革是合成皮沒錯 但是整體真的是很軟很舒適 所以我猜它用久了之後 還是會有一種就是手揉感 然後摸起來 有人不喜歡這個聲音嗎 有人在瞪我 它裡面有各種可以選擇啦 有方格的有橫線的有點點 但是任何一本的顏色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淡紫色 它裡面打開就是一邊 然後你要橫條的 外面就是別的顏色啦 就這個意思 什麼東西啊好瞎喔 這裡面呢是文具套組 有一塊看起來不一定會好擦 橡皮擦 跟一支自動鉛筆 好可愛喔你看 好不好寫呢 好緊張喔 基本上來講是不錯的 因為它的重心還算蠻穩 然後它是0.7的筆心 所以穩穩的感覺是可以 然後它胖胖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握太細的筆 給你一種指尖的壓力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筆還不錯 但是談不上是什麼 非常高級的書寫體驗 然後它另外一支筆是什麼呢 原子筆 哇好粗喔 這多少啊 這個原子筆就是寫起來很像那種 就是競選的時候 人家會送到你家的一個套子的那種原子筆 我覺得還好 我們來插插看這個Sunset的最後一個東西 到底好不好用 如果連這個橡皮擦都不行的話 那就真的是打賣對手了 非常的普通 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橡皮擦 很硬然後擦拭度不怎麼高 哈哈哈哈 外貌協會哈哈 最後一個奇特的東西要來了 這個東西不是文具 但是它是一個 獅子巾收納盒 我其實一直很想要帶獅子巾出門 可是我覺得獅子巾的包裝 都不夠時尚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時尚的帶獅子巾出門 可以用獅子巾收納盒 獅子巾把它塞到這個圓桶裡面 然後就從這一段 這樣子 把它抽出來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 好多餘嗎 我覺得應該很不錯呢 我們來看看這是它專門的補充包 然後這一個獅子巾收納盒 它裡面會包含了兩包獅子巾是350塊 它這裡有收藏了一根這樣子打開來 你就知道這就是開頭囉 這樣子塞下去就不會錯了 它這個特別是圓形的獅子巾 所以它一定要用這個牌子的補充包才有辦法 好療癒喔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時尚 就是我帶獅子巾出門就說 你要獅子巾嗎 喔! 你要獅子巾喔 喔我有帶啊 然後拿出來就說 什麼啦 我是要獅子巾嗎 你那是什麼東西 你就說 我這個就是獅子巾喔 想要一張嗎 來給你 哇!下一張就出來了呢 來來拿去 啊這一定不是手口都可以使用的呢 這那麼香齁 一些藍什麼東西在裡面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去接觸 嬰兒的口鼻 它在抽取上面 我們剛剛試了兩三張 都覺得是非常順的一個狀態 我再試一張 欸它真的會連續性的出來耶 這個東西我就會帶出門 然後可以這樣掛在包包上面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 也是客的 哇!真的很時尚的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會不會覺得 蔣老師講太多的 還是非常喜歡呢 文具控的世界就是這麼這樣子的 靠深磨車 永遠都有新的文具 等待著我們就會發覺 文具控我們一起嗨起來吧 好親自的時間 都已經成功了 我們一起到